看一下现在的温度 -2度 昨天晚上十二两个时候-5度 现在在红圆线二十四八国道旁边 上面结冰了 现在是6点40 这里还没有到红圆线 这里才到红圆线的这个刷金四针 还把3200元 这里有免费车位 还有车手什么的 我昨天晚上就要在那儿停着 那还一辆车 那辆车是昨天晚上十二点多来的 那这前面还有辆车 这前面这辆车好像是这儿饭馆老板的 那整个服务区就这么三辆车了 哇塞 确实是冷的 哈欺的气都还有雾气 一直以来我这是冷水洗头 估计从现在开始我就不配冷水洗头了 洗不了啊 这是服务区 这边有游客休息室 还有个小饭馆 然后这个里面就是厕所 这有那个栏杆这里面啊 方法那个公务局在这里面 我昨天上厕所 我说哇 咱在这儿 他们这儿厕所里面管子都包着的 估计现在都没水用 有没有水 哇 还有水 厕所里没人啊 我刚才看过了 因为服务区也没人 我这些管子都是包着的 原谅我的无资 我昨天晚上看到这个 我还觉得哇 这么管 因为我从来没搭过这么冷的地方 哇 这边密封 这密封还是冻的 还冻的 哇塞 这个猫咋意思跟着我 这应该是这儿管子里面老板的猫吧 他在地上走的也不冷 他饿了吗 不停的叫 拿一个的 这个是昨天煮好的 垃圾桶就来吃 谁吃的饼干 都没吃完 来 吃 他吃早饭 我也吃早饭 今天早上就吃了三个蛋 还买了豆浆粉 冲一杯豆浆 哇 看见了 这个车是做的两个小伙子 刚才下来 他们也来车上睡觉 我先趁着拿着这个符 去接点热水 这个符从出门到现在 一直没用过 我还有好几次 我来抱怨 我说不该拿这个符 不该拿这个符 结果现在用上了 还好把它拉上了 热水 好了好了 切满了 这儿三个蛋 倒点开水进去 把它们烫热 哇 看清了 后面那个车不是做了两个小伙子 是做了三个小伙子 豆浆粉 还是挺香的 太阳出来了 太阳一出来一下就热乎了 没出太阳的时候好冷 在这个上面还好看 阳光是来这个霜上面 进行停透一闪一闪 哎呀这个厅厅就我一个人了 已经热了 我这个泡了两次 花了两次水 嗯 嗯 嗯 蛋黄快沙了 我现在哪都不能就饺子都能 我穿上薄袜子 穿上布鞋 要不然我穿上厚袜子 三个蛋 一碗豆浆 白泡 来说一下昨天晚上为什么在这儿睡着呢 我昨天来到这里之后 就感觉草原离我很近了 因为这边的地貌和上一站的地貌不一样 有一点牧场的感觉 所以说我就停下来了 涮了牙 还很那么有 你洗冷水找吧 我洗老婆 那怎么洗冷水找 没有洗冷水 刚才那个人以为我洗冷水 今天早上就是他在问我 他说你坐在这儿睡啊 这么冷 他说这里面有宿舍要等嘛 早知道你和我们来睡嘛 头发游的太快了 我昨天早上洗了头的 这里面虽然冷 但是有个好处就是你洗了头之后 只要站在太阳下面 几分钟就干了 准备离开这里了 就直接开往红圆线 100度1.0公里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下一站见 下一站